近日 美伊关系在起风云 多家媒体报道 特朗普政府希望所有国家在11月4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否则的话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 美国有线新闻网26日报道 负责此事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将这件事定位为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事项 美国不会给予任何国家豁免权 显然 美国指的所有国家包括了中国在内 按照美国的意思 一旦11月4日之后发现中国还继续与伊朗做生意 那么势必会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 也就是说目前中美在贸易领域的碰撞还达不到美国要求 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和伊朗是友好国家 两国在符合各自国际法义务的框架内保持着正常交往与合作 包括经贸和能源领域的合作 这无可非议 言外之意 中国和伊朗的石油合作是符合国际法的 中伊两国任何的合作都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你完全管不着 美国还是管好自家的事的吧 别到处充当世界警察了 有意思的是 除了我国仍与伊朗保持着经贸合作关系以外 美国的欧洲盟友英法德三国也还在和伊朗做生意 涉及到了能源、银行、航空和制药行业 英法德三国希望美国能够照顾其在伊朗的利益 给予他们豁免权 然而按照目前形势看 英法德三国显然是对美国给予了过高的期望 美国现在是连英法德这些庆家都不给面子 照样制裁不误 英法德自己选的好老大 哭着也得继续跟着 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每天进口的伊朗原油是66万桶 占了伊朗每日原油出口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比例 可见一旦没有了中国的石油进口 伊朗将面临怎样巨大的风险 实际上 自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声称将对伊朗发起最严厉制裁之后 我国就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等各种手段 表达对伊朗的支持 最典型的就是在美国退出协议之后 我国的一辆满载货物的列车就开向了伊朗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国对伊朗的承诺 此外 我国目前也在大力推动石油人民币交易 以便更深层次地与伊朗等国进行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